欢迎收听陛下官 今天是陛下官的第79期 大家好,我是叶边 大家好,我是古村 大家好,我是屈霞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 集下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bhia官.com 推荐大家使用 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除此之外,陛下官每期节目 也会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 收听平台上同步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贯彻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 直面古墩计体位于古人神洁的异趣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hia官.com-member 我们现在也支持 直接通过支付宝付费入会 年付人民币340元 您可以将款项打入我们的支付宝账号 bhia官at163.com 同时不要忘记著名享用 来接收会员通信的邮箱 今天咱们去雇员 我最近刚刚去过 前两期我也其实零星的提到过 就是我到甘肃那个隆东去了一趟 隆东 然后这个这个庆阳 靖川这一带 然后最后沿着这个靖河的谷地 到了顾远 宁夏南部的这么一个城市 这个这一趟下来 我其实觉得印象很深刻 我对我觉得顾远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 在很多方面吧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把它逐一想讨论一下 试图告诉大家这个地方的伟大之处 这个我小时候啊 这个当然听新闻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那时候说中国最穷的地方是哪呢 是一个叫西海固的地方 对 这个我也早有耳闻 有耳闻是吧 那时候对不上号对不上号 因为后来去了以后 这个才知道西海固西海固 这里面的固就是固远 其实西海这两个字也在固远边上 一个西就是西级 一个海是海员 海员跟西级 实际上就是在固远下面两个线 所以说是那时候 那个说那地方是中国最穷最穷的地方之一吧 应该这么说 完了那个听了这个以后 觉得特别的那个有印象 但是没有 我一直没有把这西海固跟这固远联系在一起 后来也是09年完了一起 我们那时候走了一次隆东吧 应该本来甘肃想全走 结果甘肃走不下来 讲的事有一个哏也挺逗的 那个我昨天刚看了有一个人贴了个微博 说我是甘肃人 说但是呢 我从来没有去过敦煌 说觉得特别遗憾 说为什么呢 说因为我们家离上海比离敦煌近 什么意思 是吗 有这么夸张吗 对 他后来真的点着他们家是在 就在沁阳那边 他点出来从沁阳那边开车到敦煌去 是1680多公里 说他们家开车到上海是1620多公里 说他们家开车到北京是1100多公里 这个还真没想到 到上海 居然比到敦煌近 我也没想到 所以可想而知 这个敦煌 不是敦煌 甘肃有多大 有多长吧 有多长 这个沁阳到西安是非常近的 然后到从西安再过去的话 对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对 完了那个特别特别有意思 这个就我觉得我就说的 甘肃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但咱们讲的不是甘肃啊 这个但为什么我讲这个呢 是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关联 为什么呢 宁夏历史上是没有的 对吧 其实历史上雇园就是属于甘肃的 其实宁夏是195几年成立的 158年吧 可能是成立的这个宁夏 这个所谓的宁夏回租自治区嘛 其实这以前甘肃这些地方都是 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这个龙 就是甘肃嘛 因为还有一个地理概念 就是咱们这个去过的去去雇园 都会翻过那些六盘山 六盘山实际上 他他以前就是大范围也叫龙山嘛 六盘山只是龙山的这个这个这个主峰嘛 龙山的龙字就是甘肃的简称嘛 完了就是他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说 当然因为现在把它归成了叫宁夏了 其实从历史地理的概念来讲 它实际上是甘肃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呢 这个我觉得扯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因为雇园雇园 完了那个 首先想到就是西海雇 完了后来再往前倒腾 完了以前又叫什么名字 曾经叫过什么 叫过太原 对吧 在在在周代的时候 完了又叫过高平 汉代叫过高平 叫过高平 这名字现在都是 山西的名字 就跑到这来了 因为他完了后来又叫圆州 完了后来 圆州完了以后 为什么叫雇园 好像这里有的人说是为了什么避讳 反正就是圆州后来就 圆字就用在雇园的这个 雇园的圆字上的 你刚才说到这个他的穷啊 我其实这次去 我在博物馆里跟他们那个管员聊天的时候 也也也其实感受到了这一点 你知道就为什么吗 就是不是最近这个 这个这个思路深移不是成功了吗 嗯 这个西安啊 反正就沿途一大批的这个 估计全部都都列入这个世界遗产 但是雇园当时也参加了 最后最后好像是放弃了 还是说就就不成功总之 但是雇园其实是 是公认的是四绸之路的 对啊 重要的一个节点嘛 对啊 对啊 就是叫所谓的东断北道嘛 嗯 的 就他跟天水是在 就是北道和南道 两个分别的 两个分销重要的这个路口 嗯 但是呢 因为当时他那管员就说 因为这个深移啊 你就要整治你所有的这些遗产点啊 就是环境整治啊 然后配套啊 嗯 据说要花十几个亿吧 然后这个 这个政府拿不出这个钱来 不管是雇员政府 还是 宁夏政府 都拿不出这个钱来 后来干脆就退出了 那是很 这个好像 这个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啊 就是他们非常遗憾 他们当时就是花了很大心力 去编制各种这个 报告 文本啊 然后 对对对 就是他们这几个遗产点 包括像徐弥山石库啊 然后包括那个 他们的一些隋唐墓地嘛 还有就是长城 然后就是墓地那边呢 因为拆迁成本非常高 就是他那史氏家族墓 不是有出了 就是隋唐两代 有大概 八九座这个 就是 速特史氏的这个墓葬 非常的那个重要 结果就因为没有 没有钱去整治 最后就 就在丝绸之路 这个遗产点里面 是没有雇员 这也是一个 非常奇葩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遗憾 而且非常连人匪夷所思 这也是 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啊 这个非常感慨的地方 就要 我要发点感慨了 因为历史上的这个雇员 咱们看到这个 就是刚才下面要讲的历史 这个雇员的这博物馆 这么多的这个好东西啊 那可以证明 实际上历史上 雇员是一个副祖的地方 它主要是一个军事重镇吧 我不知道 是不是可以 不仅是军事重镇 我觉得它从自然条件来讲 应该也是不错的 因为那个六盘山嘛 它那个 它实际上六盘山 从地理概念上 它是一个什么的 它是横争在 就是黄土高原 跟这个 就是 这下面就是黄土高原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陕西的这个 然后跟上面的这个 就宁夏的这个 等于是一个分界线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 但是说那个六盘山的那个 纸被是相当丰富的 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山 等于把这个水汽啊什么都 聚集在这儿了 完了 那北边等于 它就是就是 雇园那边等于 原来是草原 就游牧的嘛 所以咱们就讲的 完了这边呢 是这个 下了六盘山 这个地方 就都是全是森林 说是那个 甚至于 我看 可是雇园可是在上面 就是是上 雇园在上面 雇园在山的北边 雇园以北是草原 对 那所以 秦长城修的时候 不就修的差不多雇园 这个地方吗 对吧 秦长城就修的 就差不多 它是农耕和草原 分界的一个地方 对 但历史上的这个地方呢 是应该是 我认为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富足的 不像是这个变成 西海固全国最有名的 这个所谓穷的 接不开锅的地方 因为你看 在 一直到明代的时候 你看雇园那城墙 修了两道 它是一个重镇 完了那个 完了那个 而且呢 明以前 当然可能衰落 也可能跟在宋代有关系 因为明就是 四周之路 它是重镇 对吧 它是从长安出来以后 不是有两条线吗 一条南线 一条北线 北线就是沿着雇园那边 完了到 到那个 兰州 就是那个 到对 到那个就是那个 河西走廊 南边呢 就是从兰州那边 完了那个 到那个 天水 绕开那个 对 天水 对 天水 天水 那边过去 等于就是说 因为中间就 因为隔了个山嘛 就从山的两边走嘛 所以应该说是历史上 我认为应该 它这个地方 不是一个很穷的地方 一会儿咱们要讲到了 李贤 对吧 他是在雇员当这个 这个太守啊 当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他的墓里出现了 好多这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就证明这个地方 如果是很贫穷 或者怎么样 而且还有一个词 那个 在历史上 不是这个 隋唐时期 有一个叫官隆集团 官隆 官隆 实际上这些人就 拥幼大族啊 都出自在这个 差不多这个地区 这个讲的是有一定到 而且还历史上 比方刚刚聊天的时候 讲的这个 安史之乱的时候 这个唐玄宗 这个跑出来 唐玄宗一跑以后 沿着马尾坡 往这个四川跑 他儿子就不往四川跑 他儿子到了那边 分道扬镳 就往北跑 就沿着 往草原跑 从雇园 对 从雇园 然后到零五 零五现在也是这个 这个宁夏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地方 其实原来 他就在零五 完了就 称帝 完了就把 把他爹就架空成 太上皇了 那如果他要是 这个地区 如果没有足够的 财力物力 来支持他反攻的话 他是不可能 往这个地方跑的 这是 这跟后来 他往零五跑 主要其实是想往 北方草原跑 因为这 他想是 对 他想借重 对 借重那个 借重那个 就是回湖人的 这个力量 对 这个跟 这个当然跟后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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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征 完了 这个 往那个六盘山 完了 再往那陕西跑 也有点 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思路都是一样的 但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不确定能不能说明它这里富足 但是我觉得肯定可以说明一点 就是这里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 可能单单指出它是思路的东段的北道 可能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其实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之前去在这边旅行 是沿着那个近河谷地 从庆阳 近川那样平凉这么过来 这条道其实我觉得比思路 可能更重要 而且 就比天水 更古老 对 比天水那条路 可能还更 因为这一直以来是 其实是 北方民族南下 这个攻打长安的 这个捷径 其实 对 就是所谓的销关道 就是刚才咱们 可能还没提到 就是其实雇员这里原来在 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叫销关 对 就在六盘山 六盘山 古诗词里面 对吧 而且我觉得呀 有可能这个天水 后来这个这条道 后来就我们现在感觉 可能更重要 可能和以后的那个 龙海铁路修了 是有关系的 没错 没错 之前其实他 我觉得他不如 对 顾园这边遍 就是我再举一个 比较近的民国的例子 就是兰登华尔纳 他们去尊皇 就是从六盘山 翻六盘山 顾园这走的 他们那个时候都从西安 就从西安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长武那边 然后就直接平凉 顾园这么过去的 所以那条路 可能还更好走一些 对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在通火车之前 这个从天水到宝鸡 那条路是非常难走的 其实 是 是 所以其实好多东西 因为是 所以因为那可是条路 所以咱们后面讲到的 比方说 那个顾弥山石窟 为什么会在开枣 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对 不 讲到这个 要让我这个 咱们不是讲到这个 这个讲顾园 肯定要讲这六盘山 这个大家 再再再插点 插播点 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咱们大家 不都知道这个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句话吗 这个 这个说的 可不是八达岭长城 这个 其实要讲的 就是顾园那边的长城 应该是 因为那个 因为这个太祖 在这个 清平岳六盘山 这个 这个 这个诗里面 讲的这个 这个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到长城 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慢卷西风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日复住昌龙 这个 你别说这个 太祖的这个 这个诗词 还是很有点气势 所以我就说 我们那年去的时候 还没有高速修通 是我们绕着这个 六盘山这个 弯弯曲曲的盘嘛 完了路过 萧关遗址 那时候还不太懂 萧关是什么 完了 还有就是 快到雇员的时候 就发现 有一大的一个纪念碑 就是红军 什么那个 会诗还是什么 烂七八糟的 就一个纪念碑 挺大的一个 就在六盘山 那个山脚的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也算是个 但故园的地势 还是很重要 你记得吗 翻过六盘山以后 就地势就建平了 然后就到高原上 对 就到高原上 然后那个地方 而且农业也比较发达 郁郁葱葱的 还是感觉很好的 所以那个 不讲到那个 这个 那个谁 那个 曲霞不是后来 哪年 我14年就去了 去找那个安息王的 那个王府的 那个 其实下毒 因为它那 好多人在西安 待着夏天热 跑到那去避暑 对 我们那天很 叶别你知道安息王吗 是这个蒙古 我知道 原代的 对 原代的 就是它的那个 西安附近 那个安息王府 还出了好多 这个很奇怪的东西 的这个地儿 所以我们上次呢 是去找它那个 安息王的这个下毒 很有意思 我们那天就是 从西安一天开车 因为有高速 很方便了嘛 就一下到了那个 雇原 所以 雇原博物馆里 还有那个 就是雇原的 安息王府 一直出的一些 大的那个 有些石 石垢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我感觉 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是西安那天 正是特别热 结果到了雇原 就是凉风兮兮 所以我想当时 这些蒙古 蒙古这个王宫 所以夏天 为什么要 逛到雇原 其实也有道理的 另外也说明 就是说 长安到雇原 应该容易走 对 安息王那个遗址呢 那个王府的遗址 大概还不在雇原城 在雇原南边 大概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有点遗憾 因为后来地震吧 都震得差不多了 我们去的时候 正好都是 郁葱葱 都是玉米地 所以也没看到 太多的地面的遗迹 但是大概位置是 找到 因为雇原是在 那个 哪年 我就想起来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还收集一些 这个国家地理 就是美国国家地理 美国国家地理 在1922年 五月有一期 专门讲的是 叫 Mountain Moves 就是山移了 是讲的是 就是甘肃的一次大地震 对啊 海源地震嘛 就是海源地震 对 但它叫甘肃Earthquake 因为这又回到 就是说那时候 雇原还属于这个甘肃 就是1920年 海源的那次大地震 说那次地震相当大 反而对这个雇原 整个地区的这个 破坏挺厉害的 包括 包括那个 虚拟山石窟 好像也给震的 就是震塌了 好像说那次地震之后 雇原的人口就流出了 说百分之七八十 是吧 全跑 后来雇原一直也都很萧条 就可能给 都给震平了 可能就 所以反正 这也是这个地区的 一个地貌吧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其实都跟它地理格局 就是它所处的位置 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今天说 雇原 不管它出土的 多少精美的文物 以及它历史上多么的重要 其实都是跟它这个地理位置 非常有关系的 除了刚才讲的这些 这个 有两条河 我觉得要提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静河谷地 刚才那个 虚拟你说 从西安开车很快就过来 其实你肯定走的 就是这条静河谷地 就是六盘山的南路 发源的这个静河 就是静位分明的静 对对对 静位分明的静 就是静位两条河 都发源在这个 甘肃宁夏这边 分别从这个天水河 雇原这里 像东流 然后在西安附近交汇 所以这条 这条谷地 其实就是从 北方草原 进入关中的 最便捷的一条通道 它跟那个 渭河的这条河道 还不一样 刚才讲了 就从天水到宝基 其实是很难走的 但是静河谷地 是非常宽广 所以静水流域 遗存了很多的 这个佛教遗迹 也是这个原因 是是是 就是所谓的 百里佛教石窟长廊 就在静川 对对对 静川 我们还在 你去没有 就是静 是静 静县吧 叫静县 对吧 哪个 哪个静县 就是那个 就是王母宫的 那个 静川 就是静川 对就静川 静川县 静川 对我们还在住了 对 对就那个 那一串 有很多的 这个佛教遗迹 另外就是说 我觉得还有一条河 也很重要了 就是六盘山 北路发源的 这个清水河 清水河 其实是往北流 然后汇入黄河的 这个就是刚才你讲 那个唐素宗 逃亡的路线 所以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 在讲四绸之路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 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 就是在 在这个中原和 游牧民族对抗的时候 那我们都讲 四绸之路 对吧 凿空西域什么的 其实如果是 他们不再对抗的时候 或者说北方民族南下 控制了中原的时候 那整个北方 就是连成一片的 这个文化交流 就畅通无阻了 就是这是 从中原去北达 尤其在有几个 大的历史时期 确实是这样的 对吧 是 就像你刚才说到 这个李贤墓 待会我们会讲 李贤墓的存在 其实就证明了 这个北方的东西 可以非常迅捷的 到达这里 就是在西安 会有很多这种 从西域 甚至更远的地方 传过来的 那么好玩的东西 是是是 对 另外有就是 有一些学者研究 这个欧亚草原 他们把这个叫 草原丝绸之路 然后固原呢 其实是在 草原丝绸之路 和这个中原 连接的这条通道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 它的位置实在是 我觉得太重要 但是在一般在 以这个中原汉族 为立场的 这个历史叙事里面 其实会比较 有意无意的忽略 故事的阵影 对 所以固原这么多年来 并不为很多人所知 其实我自己的体验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固原或者注意到它 其实就是在 国博的那次 很重要的 那个丝绸之路展览 当时我自己在看 收铁牌的时候 我就会反复地看到 固原博物馆 就固原博物馆 拿去的东西 可能就可以跟什么 陕利博 或者是新疆自治区博物馆 可以相提并论 又好 然后又多 就是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 然后后来才开始注意到 固原的存在 我们那次09年 去固原 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 那时候我们09年 那次主要是看 那个笼东石窟为主题 当然主要是看虚弥山 所以寻着去看虚弥山 对 所以大家也很少知道 就虚弥山石窟 实际上它在这个 保存的状况 或者它的规模 它开凿的延续的 这个时间来讲 也是挺可观的 因为你也去了 这次隆东看了 比方说北石窟寺 对吧 北石窟寺当然也规模很可观 完了延续时间 但是从虚弥山来讲 它虚弥山的范围 比北石窟寺要大得多 因为它等于是 等于到虚弥山又分什么 什么这个寺 那个寺 这个沟 那个什么洞 什么就是分布的很长 我们去都一天没看完 因为好些地方还挺远的 走都走不到 所以这个相当大 而且这个石窟 说实在的 在国内 就咱们现在比较讲究 这个佛教艺术 讲什么石窟 什么满世界都看见 什么龙门云岗 什么敦煌 甚至什么 好像虚弥山有点 大家好像 可能一说 可能知道人 就不是特别多 我觉得 对 而且我其实注意到 关于他的研究 也非常少 对 是的 而且我猜测 我猜测原因 主要可能是因为 留存的文献记录 文字太少 文字太少 做不下去 因为很多习惯于 做文献研究的人 就无从着手 对 当时当地留的悲客 什么也很少 是 所以这也是 对 但是确实 确实还是很 很重要的一个 而且质量也 也应该说是 虽然被破 历代也被破坏 但是质量也是 还是不错的 尤其像那五十一窟 就那个几个大佛 那个洞 就是在那海源地震 被震塌了 我看过老照片 老照片 他那些佛是见了光的 因为那个整个窟 是塌掉了 后来 现在咱们去看 又给了等于 又给修起来 把上面那队友 又修起来了 对 又变成一个窟一样的 这个 反正 当时我们 所以我觉得 我相信所有去过的人 可能都是对五十一窟 印象最深刻 是 而且我觉得质量 也是反映了 这个北周时期的 这个我觉得 因为相对啊 不是咱们不是厚此薄皮 但是北周 比起北齐来说 这个本来 我们就觉得 这个稍微好像 从咱们现在的审美来看 好像稍微 有点 有点 有点弱 但是我觉得 这个须弥山的 这个五十一窟 还是能够代表 那时候的 我觉得比较 比较好的 没错 没错 对 也是让我觉得 提升了我对 北周的一个印象 北周大多数 我觉得看到东西 确实还是操了 是的 所以我说 我们是因为这个 去了这个 但是 雇员 但是我们对雇员 印象很好 但是我还要说一下 就是 09年的雇员城 和现在的雇员城 已经大变样了 现在已经 真的 对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高楼吧 城里头 对对对 那时候我去 对 所以这十年 不到时间 所以我刚才 叶边说的 我还有点大闷 他们有钱 拓宽那么多马路 盖那么多高楼 怎么会没钱去搞 对 他们路是坐得很宽 但是他们没有盖什么高楼 比以前好多 我觉得他们城里好萧条 09年的时候 周边盖了一些高的 这些住宅区 以前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城里面 看起来还是 城里面就是属于那种 我去看 我仍然觉得像是 70年代 80年代的感觉 但是 是 雇员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 我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有意为之 就是雇员古城 因为也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 一个城池 实际上是很完整 本来是差一点点 就可以跟平耀一样 因为到70年代 中期的时候 说是 这个雇员城 是相当完整的 这个 而且是雇员城 是两重城 外面一圈 是城墙 是明代修的 中间有一圈城墙 内城墙是宋代的城墙 结果在70年代 大概可能 70年71年那时候 广基洞 这个太祖讲的 这个 这个什么 深挖洞 广基梁 深挖洞的时候 就那个城墙 就去深挖洞了 就把城墙的砖 都拆下来 去盖了 去修了防空洞了 所以这是非常 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城的 西北角保留下来 因为那个地方 是个监狱 就那边保留下来 一点点 从这现存看着 还是相当雄伟的 这个 但是很遗憾 就顾原城 没有没有占助 但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原因 所以原来他们 我看这70年代照片 那时候顾原相当的 就是说像时光 就是有点这个时光 但一直到我们 09年去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些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后来没去过 你们俩都是 刚刚去过不久 对我14年去 我感觉就是 差好多了 OK 是吗 不可能我觉得 我对他的印象 也来自于 他跟其他周边的 那你要从青阳过去 肯定是的 因为青阳 现在是不得了 所有周围的 就沿途的 平良也不得了 平良也不得了 平良现在 任何一个 就你包括像 以前就是以这种 贫穷著称的 像什么定期 对啊 禁边什么的 那也都是高楼 高楼林立 讲到这个真的 就插播一往 是我们也是09年 那次我们第一次去 那个就是也是 在龙龙那转 去过那个静边 就是那个甘肃的静边 对 三边嘛 三边也是这个 著名的老少边穷地区 老少边穷的 三边 静边 定边 还有个什么 安边 静边是因为有 那个自然资源 对啊 后来 后来09年去的时候 就开始起飞了 当地人就自豪说 你知道吗 我们这儿是中国的科威特 完了 后来到了我们12年 你看才差多少年 1909年到 是12年吧 对12年 三年时间 三年时间 我们再回路过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认识 那个地方 就是变化之大 真是也是令人 瞠目结舌 我好像也是 大概那个时候去的 就是城里面 人家有那个夸耀 说我们这个 五星级的酒店 里面这个扬州菜 做的是极其地道 然后一吃 果然也是 所以我的确也是 不太能理解 这个宁夏 为什么没有 这个参与 这个思路 深移 因为应该说 这个宁夏 也不应该算是 中国比较穷的省份 真的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吗 宁夏那边 那个 宁夏南边 尤其穷吧 就是你就像你说的 历史上 当然是历史上 是可能现在 也没发现什么 太多自然资源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把它升移 我觉得这个是 的确是明珠暗头了 对 你想想看 十几亿 他拿不出来 这个对一个地方政府来说 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多件的 对吧 为了升移 因为你知道吗 十几亿 现在十几亿 可不像以前十几亿 现在盖个房子 就十几亿 不是说以前十几亿 是不得了 天文数字 那个 盖一栋楼就要十几亿 对 盖个楼就要十几亿了 那这 这不是说像以前十几亿 是真实天文数字 现在 反正 你这么一讲 我也觉得挺感慨 我觉得不知道是 还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重视 那还真是因为穷 不知道 这个就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穷 他那里确实挺穷 包括到这个 那个那个 须弥山石窟沿途 看到的情况 真的就有点像 就是 张成志啊 他们以前都写过 西海湖地区的这种 这种贫穷 就感觉没什么变化 其实 修的最好的房子是 是是是清真寺 对啊 那因为那是回民多嘛 那回民占了50%以上吧 可能是 不过我还是想 挖个一个问题啊 就说 我觉得 应该不是历史上很穷 因为你想 如果历史上真是很穷的地方 他不可能说 还有那么多考古遗存 被发掘出来 如果大家穷 就跟你讲的 比方一个大地震 70%人都跑光了 那没有人了 那自然他也不会有 很多的这个墓葬啊 遗址啊 什么这些 这些东西遗存下来 包括去 有财力物理 你想 如果去开造 须弥山石窟 这样的这样的 这样的石窟 没有一定的财物力 怎么可能造了 那么大的像 我觉得在北朝到隋唐 那个时期应该 应该还好 那个时候不是 那个南北方 就是农牧对抗的状况 它属于一个 就是地区性的重镇 贸易带来了繁荣 完了给了 可能给了 是是是 是这样 所以北朝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最富级的那些文物 可能主要是 两个时期的 一个是就是战汉 然后那些草原 草原的青铜器 对 金银器 这些东西 一个就是北朝隋唐 这个时间 对 估计那个地方 从明朝以后 就不带 不怎么灵了 就是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更早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 就是宋跟西夏 对峙的以后 那个地方成为战场 就开始衰落了 因为 宋跟西夏对峙的时候 就宋夏战争里面 其实北宋是 后面是越来越 占上风的 但是 但是问题 就是那时 拉锯的地方 那个地方一直拉锯 就是大家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后来当然 后来那个 完了那个西夏 完了把那地方 那北宋完了以后 西夏就基本控制 那 完了 金跟西夏在那 又有些什么 我 这是我的这个推测 当然 还有一个 我的这个猜测 可能跟整个中国的 大气候的变化有关 因为 因为整个这个 我想啊 黄土高原也好 或者陕西 这个这些宝鸡 就是这些周人的 发源地 或者秦人的 发源地比方什么 甘肃的里线 咱们上次讲过 这些地方自然环境 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差 如果这么差的话 那时候秦人啊 或者是包括什么 那些那些西荣啊 有牧民族 不会在这儿这个 待那么长时间 如果没有任何资源 因为我忘了是听到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就说那儿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木头啊 很多 包括那时候修长安啊 什么那时候 找木头 都是要跑到这个六盘山 那儿 伐木啊什么 完了沿着净水 把那个木头 给运下来 把它运到长安来 来那什么 对 这是这是应该是 非常有可能 我觉得 这个中国的这个植被 植被的破坏 因为 逐渐变成这样 很很很逗的 一个事情 就是六盘山地区的 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那被砍伐是在 五六十年代 而很可悲的什么 那时候 砍了以后 那些树都没运出来 或者那些树都烂在里面了 为什么 因为水没了是吗 对 好像 什么原因 反正就那时候 我看了一个资料 因为这些都是为 有些会 就是不怎么讲的太明白 但就说 因为现在六盘山 整个茂密的都是次森林 他说那原始森林 最后一批 就是在六十年代 可能什么时候 反正被砍了 砍了以后 本来想运出来 好像又发现又运不出来 后来那些树都 就都反正砍下来的树 就都 当地就都消化了 所以这个也是 我想说的 就是说 植被的变化 可能也是影响到 那里生存条件的一个 很大的原因 因为 返利就是 那年我们也是 更早一点 我们那时候去 那个茅巫树沙漠的边 就去看那个 那个统岸城 那历史上觉得 统岸城那天 应该是这个很荒凉 就是沙漠嘛 因为茅巫树沙漠的边 就到那区一看 因为统岸城 现在不是吗 现在绿化 绿化得很好 绿化挺好的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 反正我们 我是004年 我不是08年 我不是09年 那夜边 你现在肯定要赶开 这个沧海桑田了 现在都是 郁郁葱葱的 我去了两次 那绿化都 绿化得不错 当时站在那个 站在白橙子上面 看下面是 就是歌 现在很 现在挺绿的 反正 真的 所以我就说 这个好多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因为这也跟 这几年的 什么推更还零 或者什么三北 什么就有关系 所以我想说 气候的变化 的确是带来 很多的 植被的变化 往下就带来 当地经济条件的变化 不过 咱们 回过来讲 当时我相信 在战旱时期 那天肯定是 水草丰美 对吧 要不然这些 这些游牧民族 怎么会在那里 这个 但那个 我觉得 因为我们上次聊 美好中华的时候 其实提到过 就是在 可能在公元前 20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 已经有一次 气候变化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一片地方 以北的地区 开始不太适合 生存 或者说 不太适合农业生活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 对 然后在 这里为什么会发生 各种争夺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气候有时候是 改变好多历史 改变人的居住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又涉及到 我们一直 其实好多节目 都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个 民族迁徙的问题 因为气候变化 就带来了民族的迁徙 就像游牧民族 跟农耕民族之间 就要发生矛盾 对吧 完了 大家都要争夺 有限的生存空间 所以这也为什么 就是说 尤其在河西走廊 这个地区 好像在战旱 甚至于在商周 这时候 就有好多 各种各样的敌 戎 戎 这种 这种跟中原民族 就有很多 搞不清楚的一些关系 到现在为止 可能也没太搞明白 这些东西是 这些民族 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上次讲的 不过我觉得 这几年的 就是考古发现 越来越多的出土的 就是一些重器 然后包括一些 很有影响的一些 青铜器 其实我觉得 开始浮现出来 一个相对清清楚的画面 然后我就是在看这些 跟雇员有关的一些资料的时候 发现 青铜器可以提供一部 相对清楚的历史 在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讲一个 很应景的例子 就是可能前几天 刚刚在西林映社的 2017年的 这个春拍上面 这个1.8亿 好像是吧 很传奇的 这个叫什么 很传奇的 这件西甲盘 对吧 而且他好像说 是宋代出土的 就是宋代 就是说那时候 流传到今天的 唯一一件 这个 对啊 而且说是 把它那个底下的 那个圈组给铸了 然后当成烙饼的 烙饼的锅了 说那在元代 然后就是这键盘 然后包括好多重器 就是我们可能有些都 你们肯定也知道了 像什么国际紫白盘 一个有字 就是国宝籍的嘛 对啊 还有什么那个 就是 咱们这次在 其实在美好中华上 也看到展出的 就是03年出土的 那批宝籍的 杨家村的教藏 那也是不是说 号称是惊天大发现嘛 就是因为他出土的那些 二十几件 渐渐都有 对 他叫 他是一个姓来的 来 对 走针上面一个 那个 来 对 对 然后他其中有一件 顶上面 就是也记载了 就是跟雇员 呼应发生的 对 就西周跟 跟这个贤允嘛 就是当时的犬绒 或者叫西绒 他们作战的一些记录 然后就是 有一个学者叫 就是加哥大学的 一个教授叫李峰 我不知道你们读过 他的那个 有一本名著 叫西周的灭亡 它里面就是把这些 因为他自己是 以前是西北大学 做考古的 所以他对 青农器是很熟的 然后他就把 这些重器上面的 这个名文 把它放在一起看 他就通过地理考证 确认了这些故事 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然后发现 很多都跟雇员有关系 都是在这条道上打仗了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犬绒 他们就是从 这个北方草原 通过雇员 然后通过静河谷地 一直打到 丰昊二经的 就是危急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 离都城 离丰昊二经 大概几十公里的地方 就 风火系诸侯 那是那个 那个故事吧 对对对 他其中还还有一件 在陕利波 有一有一件顶 那里面就是 提到大量的地名 然后他一一考证 就发现 比如太原是雇员 也是在他这本书里面 他去考证出来 然后还有包括像 他提到的那个 巡异 就现在在那个 边县附近 的一个地名 然后还有就静川 就就就 他发生的这个 这几场战争 全部是在这条河谷里发生 因为我想可能 雇员就是在于 在那个时候 可能就是游牧跟 农耕的一个 一个边界上 应该是这么来理解 对吧 而且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其实雇员的 你看现在如果去 雇员博物馆 能看到西州早期的 那个 通气 墓里发掘出来的 青铜气 是典型的 就是西州的 西州的那个 那个那个气型 但是到了西州晚期呢 嗯 就就越来越多 草原风格了 嗯 其实他可能说明的是 说这个地方 在西州早期的时候 还是 在西州的控制范围之内 然后但后来西州 其实西州灭亡 不就是因为他 自己内部 出现各种问题 对 他不合作为南迁 东迁了 他衰落了 东迁了 对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就越来越被 全容控制 对 是那个 对 这里面不后来 就是到了西州 到东州的时候 就占汉的 占国的时候 就是或者是春秋的时候 不是 咱们那个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热播的 一个电视剧 《芈月传》 我不知道 那个 可能 可能夜边 可能不太 不太看 这《芈月传》 在国内热播 它里面讲 也不是讲的 这个 其实讲的就是 秦宣太后 宣太后 那个 不是里面讲 他跟那个 义渠王 就义渠的 这个 义渠荣的王 斯通嘛 完了还生了两个孩子 什么的 完了后来又怎么样 但这是历史上 是有这样的故事 是有的 义渠 对 义渠 不是那个 这是宣太后 讲的故事吧 就是 那个 咱们不讲过这个故事吗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 大家对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性是很开放的 宣太后 在 在摄政的时候 讲比喻 不是说 先王什么 什么 一只脚搁在我身上 不舒服什么 我记得好 我们以前节目讲过 这个 你是不是好像讲过 没有意见 就是这个 宣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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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秦昭相亡的 妈 完了那个 米月 本身 她就是 那时候就有义渠 义渠挺厉害的 那时候就是 有一段时间 义渠还 打到这个威胁 直接威胁到 秦人的这个生存 那秦人因为 现在就在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陕西 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他那个 那时候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义渠荣 实际上就是 应该是 西荣的一支 而且据考证 据说这个 还是有点是 可能是属于 高加索人 就是他是 好像说有人说 他是土火炉族的 一个分支 因为有专家说 因为考证出来 因为史书上记载说 义渠这些人 死的是火葬的 因为这个对于 汉族来说 是完全是 很新鲜的一个事情 汉族只有到了 佛教传入以后 好像才 才引入了这个 火葬 对吧 要么火葬就是什么 苏特人是不是火葬 就是姓那个 拜火教的人 是吧 拜火教不对 拜火教人 也应该不是火葬 那天葬 对 火葬吧 所以有的学者猜测 就是说 义渠荣 这些人可能都是 这个 草原游牧民族 而且是 是从西边来的 就跟咱们 以前讲过的 肉汁人一样 可能都是白人 都是属于这个 属于白种人 不 其实就是 这些草原民族吧 他们经常会被认为 是可能是 同一波人 或者说 来自相似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 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草原上 他们其实是 以部落来 那个 来区分的 并不是按民族来区分 都叫鲜卑族 比如 但里面可能是 来自不同的文化 对 它的这个融合 也是挺复杂的 它就是它的分裂和融合 都是很迅速 以及很 就是变动不拘吧 其实 所以有的 所以有些 有些历史家 是不是他以他的 当然语言 也不一定能够完全 就看他们 用什么语系 来区分他们的 语言有时候 也不能确定 其实比如说 他们很多学者 现在发现 西夏的统治阶层 党项人 也是姓拓拔的 在古代 或者说 很长时间以来 都认为是羌族 他们可能是 青藏高原那边 然后包括松攀草地那边 迁居到甘肃附近的 但是 因为有拓拔这个姓氏 后来很多人就考证 他们很可能 其实也是鲜卑人 所以这个 有时候真的 的确是 但是就是说 他只能说 西夏的拓拔部落 是鲜卑人 但你不能说 整个西夏人 都是鲜卑人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 民族混 包括匈奴 突厥 就包括各种草原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一些 竹水草而居的这种 不定居的人群 而且他们还有融合 被征服以后再融合 融合进去以后 反而再怎么样 对 所以其实这种 对他们这些文化和民族的判断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事情 只是借助这些古代文献里面的这些名词 来去梳理 他们好像有点不太够 我觉得 还得通过一些考古发现 但考古发现 有提供一个难题 就是往往这些出现了 这些草原铜器也好 什么样 又没有什么太多文字相印证 所以也是一头雾水 也得结合 要结合 就像他们其实 我在固原博物馆里看到 就是他们不是展出了很多 草原 就是叫四蛙文化的一些淘气 四蛙文化就是在 在这个跟 其实是跟商周 同时期的大概这个时间段 他们好像看起来 跟这个文献里说的 那个犬绒 是同一回事 所以这个博物馆里面 他们也是这么写 他们说就四蛙文化 很可能其实就是犬绒的 这个遗存 但是这个考古学家 在仔细分析的时候 就又觉得 如果犬绒的话 犬绒其实当时已经 可以跟西州展开 规模非常大的战役了 而且他们都是用战车的 但是好像看这些 四蛙遗址出土的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些遗址本身 就规模都很小 现在没有发现过大的遗址 所以觉得他们好像又不足以 能够像这个文献里记载的那样 就是能够跟西州抗衡 所以就觉得 也许他们是另外一拨人 然后那个 我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开放的问题 都是未定论的事情 还需要进一步 但是从那个 就说他们战害那时候 出土的一些 陈列的一些草原铜器 或者叫北方铜器的这些 形制 就是他们就跟你讲的 又有中原形制的一些东西 但也有很多草原的这些风格的这种 就跟我们以前讲的 这个张家川出土的也好 李家山出土的也好 又勾连起来 又是非常草原风格的 鄂尔多斯这种形式的这种 铜铜铜器 而且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 就是他们出了一些 就是水平非常高的那个 金器和铜器 然后他们的兵器也很有特点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听众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我觉得因为这里很难展开 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很多 但是也都是一些 我觉得还没有 没有定论 完全有定论的 是 所以这个 这个的确像你讲的 就是是一个open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课题 对 大家还可以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的去讨论 因为这个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要搞清楚的话 对中国乃至这个 世界文明的这个 这个历史走向 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于好多未解之谜 就都可以解开了 对 我其实在里面有一件 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东西 回头我觉得可以在那个 会员通讯里发一下 就是 他有一个北魏的墓葬里面 出土的几件 那个 他们认为可能是铺首 就是那个 门上的那个铺首 双龙 对 然后有个人物 一个 他们认为是佛像 不太 不会是佛像 握着双龙 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佛像 但是 这件 就我印象为什么很深刻 因为 阿富汗展联系在一起 对啊 简直我觉得那个 就是他那个图像是 很像 应该是 原流应该是有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而且这个很 因为你想提里亚丘 大概是大概 这个时候对吧 到了 他那个说 大概是在北魏早期 或者是怎么样 大概也 相差了大概有 三四百年了 所以你看图像 还是能够这么稳定啊 而且 而且当中那个人物的 那个穿的那个像 草原民族的那种 厚重的那个衣服的感觉都在 龙虽然形象不一样 但那人物那形象 真的是很像啊 对 对 对 这个 这几件铺手是出自那个 很很著名的那个墓葬 就是雷祖庙的墓葬 就是 就是那个出彩观的那个 对 出那个器官的那个墓葬 对 那个器官待会 那个器官我没看见 你看见了 我看到的也是 那个高清打印的 他们说好像 他们只是偶尔会拿出来 展元物 就是因为那个东西 好像也很脆弱 就是我们上次 我跟那个小孔雀 我们那期聊 拍照的时候 我们聊过 就是这 这一类的文物 其实是非常脆弱 它其实不太适合被展出 弄个高清打印的 就可以 这个最好弄一个什么 VR之类的东西 给大家看看就行 咱们这一下 又战汉 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北魏了 因为中间反正看这个草 有一个明显感到吧 就是说它这个地区 就是说外来的这个影响 就一直好像持续上千年都有 在墓葬里面可以发现 对吧 这个是挺有 也应该说是 就是说 我想这种情况 可能在别的地方 也比较少见这样的 就是说上千年都能够有 延续不断地有 这些东西的发现 比方我们以前讲过的 像张家山那些地方 也就这 那个时期就完了 对吧 对吧 这个像这个固原这个地方 它除了这个战汉这个时期 甚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它还一直延续 这期间就时间 就跨度就有上千年了 对 一直有这样的这个影响 这是比较 比较少见的 对 其实这 我觉得它就提示了一点 就它其实不仅仅是说 它是思路的东断北道 这样一个概念 它一定是跟草原 有非常直接的密切的关联 才会有这样大批的 这种草原恶物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考古发现 我好多时候 没有看到对于这个 就是人骨的这种DNA的 这种鉴定 我觉得这期以后 对草原 就牧主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祖鼠 这个其实我觉得 对以后这个分析 这个也挺重要 但好像这个方面 好像相对来说 你看考古报告 看什么 好像这方面就 比较少有 就说这牧主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可能对于 因为有时候 就从穆志明来讲 这个东西 有时候不太说书 因为那时候 好多少数民中 那时候都愿意 牵强附会 把自己说成是 祖先都是 都是皇帝的后裔 皇帝的后裔 实际上 实际上真的 对他的骨质 做一些DNA分析 把这个东西 也可以帮助我们 来了解 他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情况 就不要讲到 就像下面讲到 我就特别好奇 就比方咱们 要讲这个李贤木 对吧 因为李贤这个人 咱们以前 在做那个 碑林博物馆的时候 讲过那个 李小孩的木 对吧 这个李贤 是李小孩的 曾祖父 所以你想 这个李 这个李是 是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他这个李是 跟那个 跟那个唐太宗 他们俩李 是不是一个李 但是也是属于 那个八诸国之一 好像 他好像是死后追赠的 李贤 李贤是 对 就他们这个家族 挺厉害的 这个从他的 就这个也是 就是刚才说的 关隆贵族之一 就是他这个 就我就很好奇 他好像是 唐旗盘踞在 对 唐旗盘踞在 这个地方 他的祖鼠到底 是怎么样 宇文泰好像 当年起家的时候 其实得到了 他很多帮 他其实是 他的一个心腹 是的 好像说那个 宇文泰当时 就是把自己的 两个儿子 他在西魏的时候 辅佐那个 就是孝武帝 他把两个儿子 放在李贤家里 去养 养了六年 所以这个 他们这个家族 非常心腹的 对 家族跟这个北魏 就包括西魏 北州 隋唐 这四个朝代 当然这四个朝代 加在一起 就差不多前 头尾加在一起 不到一百年 实际上这个 这个世界 就头尾都加在一起的话 他们这些人都 这个 深 就是有很深的 这个关系 不是 我们那时候讲过 杨丽华 就是那个 谁的那个 女儿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李小孩的 这个等于是 外祖母 等于 哎呀 反正他们 就有很多关系 这个我先 抛开 我讲的意思 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李贤 他们这个家族的 这个 祖鼠到底是什么 这个我挺好 因为从他们墓里 发现了好多东西 比方说最有名的 那个 六金银瓶 对吧 那个是属于 撒三银器 那个这个国内 讲了很多 这个是等于是 雇员博物馆 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 对 那个器官和这个 应该都是 对 这个是可以 常年展出的 大家都有 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这个比较 包括上面的六个人物 到底是 也有说头 有的说是什么 海伦娜跟什么 还是有 有的人讲起来 还是跟那个 跟那个特洛伊 这个战争有关的 一个希腊传说 什么 这个 有人这么说 有人表示怀疑 我 现在好像基本上 比较广泛的说法 是这种吧 就是说是 是那个帕里斯的裁判 对啊 就说那个帕里斯 去拿金苹果 对对 然后找三美神 然后那个 什么选美 对对 然后最后那个 维纳斯呢 就贿赂他 说我把海伦 对 那个给你找来 然后你就把金苹果给我 然后就引发了 特洛伊战争 对对 大概是这样 对 但是他们也有 这个一些学者认为 这个可能 其实不光是 萨珊的 这个风格 在里面 还有就是可能 他的制作 可能是那个 燕达人 白匈奴 对 就是白匈奴 对 包括那个 那个器官上面 他们说也有 很多白匈奴的因素 所以对这白匈奴 我也挺好奇 这个 这大家刚才讲 白匈奴 白匈奴 白匈奴什么意思 是他们是白人呢 就变成匈奴 是白匈奴 还怎么样 因为燕达 这个对于后来 这个西亚的 不是西亚 就是说 中亚 咱们有讲过吗 中亚的这个影响 挺大的吗 因为他们后来 入侵了 那个 就是阿富汗 现在阿富汗 那个地方 对吧 完了那个 巴克特里亚 然后最后 又把贵霜给灭了 对 对 这些人 所以我对这白匈奴 也挺有意思 就是这些 白匈奴 这个说法 好像是西方人的说法 好像是 对 燕达是中国 古代文献 反正挺有意思 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 那就 咱们就跳跃的说好了 既然说到燕达 我觉得那个器官里面 就特别有意思 其实你要是 不了解这些背景的话 其实你看那个器官 你很可能会忽略 所有这些细节 以至于 觉得这个器官 好像似乎有点平平无奇 但是他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的那个 文化的原色 就是前脸 对 就是他那个 牧主人的那个画像里面 就是有一个 就是他的姿势的表达 就他有点像 交角座 又不太像交角座 然后就是 就是两腿下垂 但是又 有点那个成角度 关键是他的手里面 他一个手里 拿了一个小扇子 另外一个手里 撬着兰花指 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酒杯 然后而且是 左手拿扇 右手拿酒杯 就是说 这是跟那个 就提尔梅兹 就是 就是在这个 这个巴格特里亚那边 就是阿姆河的北岸 南岸就是 那个提尼亚丘啊 就离提尼亚 提尼亚丘其实很近的 那个提尔梅兹 的一个叫什么 巴拉雷克遗址吧 他们出土过 这个艳达人的壁画 有发现一模一样的姿势 就是左手拿扇 右手拿 撬兰花指 拿这个酒杯 这样的这个 这个器官 这个内容很丰富 因为就在主人 下面就站了两个菩萨 两个菩萨 对 所以 他 然后他又有孝子 对 然后这个孝子 又戴着什么 穿着鲜卑的服饰 戴着鲜卑帽 然后 棺盖上呢 又是这个银河 然后东王宫和西王母 哎呦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这个山海经理的 这种这种神兽 所以这个 是 就他是有 这个道教 儒家和什么 佛教是吧 儒道士 而且还有很多 就像刚才讲的中亚 页边讲的 刚才那中亚的那些东西 是 非常的有意思 我记得这个 T官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刚发表以后 就在 其实就在西方的研究 这个东 就是东亚的美术界 引起了轰动 很多人写这个文章 我们系列 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前辈 博士论文 就是写的这个 这个 雇员 这个Sacophagus 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对 是个大题目 对说起来 他跟那个 司马金龙墓的 那个七平 都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 但是好像 司马金龙 但司马金龙墓就 不是 我说讲到司马金龙 我们可能这期 就比较跳跃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跟得上我们 这个 因为司马金龙 其实我又想到了什么呢 我也想到了 这个北周和北齐的 墓葬壁画的一个比较 但我觉得 我先插一句 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提到 司马金龙墓 因为司马金龙墓 也是七平化 就是也是七化 而且他的色色 整个的风格 其实有很多相似 对对对 但他的题材呢 不差一样 又其实是相当不一样 他也是孝子图像 但是他那个 就非常汉化 他其实让人 很多人是 把他和那个 顾凯之啊 这个女史真图 去拿来做比较 就是他从题材 以及这个风格上 但是 但是这个 顾元的北魏七光画呢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是非常浓郁的 这种鲜卑风格的图像 其实 虽然他的题材 有孝子 有什么这个 东王公西王母 所以 还挺不一样 是是是 对 但是至少那个时候 还都在一个北魏的 这么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统一的一个王朝下边 但如果你要再往后面 讲到北周 就是东魏西魏 北周北齐以后 他 因为你 你 我第二次去博物馆的时候 他们博物馆正在整修啊 好多东西都都都都没拿出来 你这次看到他那些壁画了吗 就是比如说李贤木的壁画 我看到了 田虎木的壁画呀 李贤木他也有 他有几幅 说是他要定期要维护啊什么 就没展出 但是也展出了一部分 另外就是 其实那个14年在国博的展览上 嗯 他拿来了两幅两幅 而且还是比较重要的两幅 就那个武士 武士之剑那个啊 是 对 对 对感觉 他那个好像可能确实也不是 也不太适合展出吧 我估计还保存不太好了感觉 对对对 保存相当不好 是是 但是哎 不管怎么说吧 雇元出土的这些 这个北朝的壁画墓也是 现在so far 我们就是考古出土的北朝壁画墓 就是北周和东西魏和北周 这这系的壁画墓里 保存最好的 而且是这个这个这个最多的 也是发现发现最多的这些部分了 反正感觉比本身就很少 就是北周的这个 因为西安附近出土的这些北周墓里 还都没有 对吧 说是有一些 只有一些痕迹 但是就都没保存下来 但是就从雇元这边呢 还还有一些 比如像李贤天红为这个为代表的 反正看起来吧 反正和北齐那个比比呢 还是好像感觉就像你说的糙一点啊 但是但是题材还是有一些相似性啊 因为这个我也没有看到实物 但是我是看到考古报告上怎么说的 说是他们的 因为我们印象很深的 就是我们在九元港 不是看到那个 就是木道到木主寺的那个 券顶上不有一个楼阁图吗 对吧 说是在 望楼的 对对对 说是在这个雇元的也有 也有 所以这个我觉得倒还是挺有意思 怎么分裂 而且最近就是有一个这个发觉 就在蒙古啊 外蒙啊 现在的外蒙古 蒙古共和国也发现了一个墓葬 那个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木道 那木道顶上也有这么一个楼阁图 但是画的水平不一样 说到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望楼这个形制呢 应该是汉以来就有了 就是 我 但是具体哪个汉木我好像不太记得 但是我明确记得就是在那个 嘉宇关的那个 魏晋木里面 它那个木道下去以后 它上面是砖砌的 对啊 然后它用砖 对的 拼出来的那个望楼 对对 这个呢同时就是稍微晚一些 在大同早期的那个墓葬 比如说沙岭墓啊什么的 也它也是 它也是用砖砌的这么一个楼 嗯 这个是 所以 很有意思啊 以后你拿这个绘画 壁画来表现 也 也特别好玩 那么 那么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因为你这次去是热乎的 刚去过这个顾原 而且我 而且一回来 我就听夜边对这个顾原博物馆 这个 责责称赞 是啊 我想 大发感慨 我想 我想 我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发现或者这个 我觉得顾原博物馆真的是非常好 就是它跟顾原这个地方的这种贫穷 和萧条 形成反差 有点形成一个过大的反差 但是我后来其实有点觉得 我可能知道的 它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 顾原这个博物馆出过 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学者 你们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 这是罗峰 罗峰 对吧 他是 他应该现在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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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关的领域的研究里面 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学者 他其实以前就是顾原博物馆 而且他是 参与了所有那些比较重要的发掘 像那个史诗木的发掘啊 这些 然后顾原博物馆的那个馆长 他当了好长时间 然后现在他应该是在宁夏考古所所长 对的 而且他其实年纪挺年轻的 他是 他发了很多 他有很多著作文章 然后他跟国际的这个学术圈的交流也很密切 跟那些其他国外的一些有影响的学者 他们都过从甚密吧 我从他的文章里看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看这个顾原博物馆 如此的 怎么说呢 信息量大 同时井井有条 布展这么好 就是他一定是跟这个有学术带头人 可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 要不然你无法想象 在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这一路走过的博物馆 我都极其的感慨 就是太差了好吗 平良的就不行吗 平良我没进去 平良的就非常糟糕 就整个甘肃就从省博开始就不行 而且我觉得 这个说一句敏感的话 就是这绝对跟甘肃的官场 非常黑暗有关系 最近不是省委书记刚被抓吗 对 然后什么跳楼跳河的 跳进黄河洗不清的人很多 对啊 是啊 这个我在甘肃省博物馆 我觉得你这个博物馆 我去了好几次 其实每次我都大发感慨 我觉得博物馆太差了 好吧 对 我当时从那个甘肃省博物出来 我就说这个甘肃的官场 一定有问题 才会这样 真的有问题了 但是雇员博物馆真的太好 然后这个你在里面拍照 什么那个馆员 不是就是这些看店的人 我们的馆员叫看店的人 还还很耐心的跟你讲 说这个那个厅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挺逗的 说雇员博物馆在造这个什么 博物馆的基建上 还挖出好个东西了 修库房的时候 就有点跟这个青州博物馆一样 我14年去的时候 他的博物馆正在整修 然后外面也在那做环境处理 然后展厅也有一半官 现在都弄好了已经 都弄好了 弄得很好 那肯定观感肯定比我们那时候去的 要好 这时候我看的大满足 的确 我们当时去雇员博物馆 我们也觉得挺那个 就是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相对于这么一个 应该说是地级 地级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吧 对啊 就是你能想到 还有就是这种 地市级的博物馆里面 你觉得非常好的 体验的博物馆吗 我相信肯定还是有了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山东好像还行 山东有些博物馆 县级的 对像周城 叫那个周 周城是吧 对周城 屈府 这个 但的确是地市级的 尤其像你比较贫穷地区 因为地市级 你想 整个山西 那大同算是地市级 对吧 大同市博物馆 可能可以跟这个 跟这个比 对 它那是新建的 新建的 对 人家这是96年 对啊 对 洛阳博物馆应该也还是 洛阳 洛阳第四级 对 那洛阳 洛阳虽然现在是第四级 但你不能把洛阳跟那个 跟 跟雇员去比 对不对 就跟开封博物馆 开封博物馆 当然稍微差点 对 不 雇员在历史上 我觉得 他这个重镇地位 其实有点像什么 我想起了那个 太原 其实 就晋阳 对啊 就他其实有点 可以比较 因为那个 宇文泰当时 就是也算是一个 这个 他其实事实上的掌权人 就是他跟高欢 有点是对应关系 而且他们俩 其实互相 角力了很久 是 他们的这个政治 政治轨迹也都很像 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 是有一点像 就是 晋阳和夜和 以及和这个 雇员 圆州和这个 这个 这个 长安 对 是有这么像 他的可能 静阳还要差一点 就是 对 对 因为 静阳是一个 就是 雇若金汤的地方 就是可以后退到那里去的 但是 雇员其实不是 对 他就是 雇员是一个 前卫了 已经是 对 对 他是一个军事重镇 他背后还有什么 什么柔然 什么突厥 那些 所以他还得 跟他们先搞好关系 所以当时不是后来 宇文泰是去和亲吗 就跟什么柔然 跟那个突厥都去 嫁 嫁公主 嫁完了以后 他这个背后 没有负担了之后 他才去进攻 跟那个 跟东卫 跟南梁去打 对 所以 还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还是有那么点 像 感觉还可以的 对 对 所以他的辉煌的时期 我觉得就是到了唐代 唐到唐 唐这个 因为咱们那个考古发掘 乍不得到唐吗 就唐以后的东西 相对来说就 就少了 对 对对对 唐代可能就 就随唐 就是这个 史氏的家族墓 就有一个随代的 史社物 对 然后其他都是 唐代了 就是也是 好像两家吧 就是因为史氏 可能也要稍微 交代一下这个背景 就是 所谓朝五九姓嘛 就都是都是苏特人 史国人 安史之乱 史国人 史国人 不是前一段时间 网上不有一个 山西一个姓史的一个人 还到中原去 寻根 寻根问祖去了吗 诶 是姓史吗 是姓史啊 史 叫史 是姓史 肯定是姓史 叫史号 姓史是吧 对 反正就是这朝五九姓里面的 这个某一个姓 对 就是说去中亚 去寻根问祖 对 你说因为自己长了一个高壁梁 还是 清华建筑系 他姓石吧 姓石头的石吧 石可不是 石可不是朝五九姓 我怎么记得姓史啊 当然是啊 石也是朝五九姓 待会 朝五九姓什么 姓康的 姓安的 什么 曹仪出水 姓曹的 对吧 还有什么那个 米符 姓米的 对啊 荷家村 这个 教藏姓和的 这都是朝五九姓 所以这个 这个史氏家族 就也是 就是他们的 这个木制名里面 就写得很清楚 他们都是从 这个 这个苏特 河中地区 过来的 然后 他里面出的几件 有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吧 我其实有一件东西 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是那个蓝宝石的印章 我不知道你们 有印象没有 蓝宝石的印章 我只记得几个戒指 印章 我倒是 他那个其实好像也像 我猜可能是不是也是戒指 但是他确实没有那个 那个戒指的那个戒环 他就只是一个戒面 就蓝宝石的 OK 那印象不深了 就是他的那个图案 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他后来 他14年也 其实也去过郭伯 就是这是一件 极其重要的东西 他是 当时那个 林明村教授也考证过 很多 很多学者都考证过 就是这个 这个戒面上 或者这个印章上的图案 他其实是 他是一只狮子 然后背上背着三个树枝 这个树枝的头上呢 是三个石榴 然后周围有一圈 这个名文 这个他们有很多人考证 考证的结果大象径庭 有的人说是什么这个和平 有的人说是前程 各种各样的 但是在这个图像是很重要 就是这个图像是可以追溯到很久 就是波斯啊 什么大量出土过 类似的印章 就是有相同图像的东西 就是狮子背着这样三个石榴树枝 对反正就是他们有这种 大量的这种异族元素的东西在里面 对啊 就说这些破来品都是哪来 是贸易的结果呢 还是什么结果呢 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贸易吧 尤其是从北朝到隋唐这段时间 应该可能还是主要是贸易 对 那个地区就说那个 就是尤其是什么 就刚刚讲的草原思路嘛 因为这个可能一直是 就是在那个时期是比较畅通的 因为不是还讲到 就是讲到这个贸易 就是我们在以前提过那个 就是北齐的时候 跟西域怎么进行贸易 因为你说北齐跟北周打架 肯定不可能从传统思路去 去进行那个贸易嘛 对吧 完了肯定从草原 也是从 绕到北边 墨北 完了怎么样 这个 所以使得那个 那个可能更容易被忽视 因为那个地区 现在长期在这个 以前的这个苏联的这个掌控之下 他那好多这个考古的 乱七八糟 那些东西也有点 密而不宣 或者也 大家了解的比较少 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 对 可能懂俄文的学者 对 比较少一些 这些情况 这个不太 就跟 就跟前两天 那个偶然 不是咱们上一期讲的 那个新疆佛国这个问题 后来 不是又好些人贴了 好多这个 东宫博物馆展的这个东西 才知道 哇 原来那些东西 以为是在这个二战中都被毁掉 其实全被老毛子拿走了 而且他现在这几年都拿出来给大家看了 以前好像也不怎么拿出来给大家 包括什么 像什么异线罗汉的那个头 大家都以为是在二战中间被炸掉了 结果没想到 现在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东宫里面 现在也展出了吗 展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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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所以挺有意思的 所以懂一门语言 真是能开启一扇很大的这个知识之门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中亚地区考古那好多资料都是俄文的 就不太看得懂 而且在西方的这个图书馆里 也比较难找 有 但是少 对 少 也检索不出来 因为它是俄文的 也很难拿英文去检索 对 其实关于这个这些草原精气大量的还都是在 在在这俄国境内发现 然后也 现在也收藏在像这个东宫啊 还有像什么乌克兰那些地方的博物馆里面 对 那么咱们再就讲到这个 就是这个博物馆的这个这个藏品吧 因为刚才 因为这页边当然也要会在会员通议也贴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最引人注意的当然第一就是这个银湖 第二就是这个采棺对吧 完了还有这个铺手 对 还有一些精气 加上这些什么精手势 它带银嵌这个功能的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壁画 这个我们是看到了几幅那个就是 应该是唐代的吧 就是有这个什么像太监一样的 史诗墓里 史诗墓里 对史诗墓的那个墓里处的那个 对 完了有些 李贤的那个北周的壁画 它是保存的不太好了 所以 但史诗墓那几个壁画 李贤的我也看到了一些 对就都是一些残片 对对 确实保存的不是很好 还有就是出了好多金身墓涌 有几个大涌还可以 史诗墓的有几件涌 就唐代的那个正墓武士涌 相当的精彩 我觉得 它是描金彩绘 然后神态吧 反正做的都是极其生动 对对对 那个比较大 而且量比较大 对吧 量比较大 对对 是 然后那个 其实还有一大类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因为聊 须弥山的时候其实也没提 就是他其实博物馆还有不少 那个北朝的佛教的时刻 还有一些 量 就是体量虽然不大 对吧 就是有些碑呀 有些造像碑呀 有些这个这个时刻呀 就是那个单体的这个造像什么的 还是有一些 反正也能看 完了就是咱们就刚才取下讲的这个 造像的问题 就咱们这个一块把这个把须弥山今天 嗯 对就说因为就跟刚才咱们刚才讲的 就是文字文献资料太少 按照中国的做研究的方式 你这个文献资料少了 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不知道怎么来下手了 对对 但是的确是非常可观 就是如果真的是喜欢这个 当然也是因为有些地方我们去的时候 如果你不通过一些关系的话 有些哭的确也是只能看在门口看看 它铁蓝起来的 它里面不让你进去的 对吧 它它分好几个区嘛 也是分好几个区 什么什么宫 什么子孙宫 什么什么寺 圆光寺 相国寺 对分好几个 大佛楼 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地方 我都我们都太远了都去不了 因为还要走好几里地 什么 因为它分布很广 它它我也我后面也都没去 因为它其实不光是说走好几里地 它是要上爬上爬下的 到最后就有点力不能支了 就子孙宫那里爬很高 大家我估计看到五十一窟 都已经觉得已经是 已经也不虚此行了 所以很多人上次 那桃花都得起点沟里 对桃花沟 而且时间也来 时间来不及了主要也是 我那次去的时候 我在五十一窟里面大满足 因为那当时也没有什么人 然后我就随便拍 然后我就越拍 我就越吹毛求刺 就把那个一个供养 那个功德香 就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结果就发现灵异事件了 我的相机就死机了 真的 对 就死活拍不了了 然后我就给小孔雀发短信 我说相机坏了 他说那没办法 那可能是风沙太大脏了 沙子进去了 然后就 结果就放弃了 就不拍 不拍了以后呢 兴趣也大减 就后面草草看了 看我就走 后来第二天有没有好了呢 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好了 那这你别说 还真是不可不幸啊 对啊 是啊 工德香给人搬走了 那个人肯定怒了 不过的确是五十一窟 五十一窟是首 就是首推是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 very impressive的一个 令人震撼的一个 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 即使在北周 我觉得我看过的北周的造像里面 那个应该也算是比较首屈一指的了 对 这个从造像的尺度 对我们大量的看北周的造像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啊 应该可能是在碑林吧 碑林多 对对 就比较多一点 那些出土的那些 但是呢就觉得 因为好像好像后人 在这个谈到北周造像的时候 基本上就就像说老说曹怡出水一样 这种这种陈词烂调一样 就说到北周就是什么 什么面段而艳 是吧 对 这也是不知道从古代哪个 谁谁谁 说了这么一个词 让大家就就套用 一直沿用这个词 就说他他那个北周的造像 一般就都脸都比较方嘛 或者比较宽 对 好像除此之外 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 但是但是这个五十一窟 我觉得真的还是很 很庄严和秀 但五十一窟的确是很难拍 因为他是一个中心住窟 对吧 完了那个 完了那些一圈 完了其实空间的 不是特别 就你要想把那几尊 这个佛怎么 他都拍拳了 是挺不容易 我们反正说是没拍拳 拍不拳 因为他很高大嘛 他那个空间又没有那么宽 宽敞 对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有些时候真的这个照片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有些当场的感受 就把陛下官的感受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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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五十一块也保存的比较完整 甚至于包括这个当然那个彩绘是后来的 但有些残层的彩绘什么都都还在 而且那气氛很好 对那个佛衣上面的那些很那花文应该也是后来的 对 但是因为你因为还要想到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历史 就是因为你你不是那边你不是把这个隆东石窟都走了 基本上应该七七八八走 因为他受到最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破坏 应该是就是同治时期的那个毁乱对他的这个这个破坏 对 这一代可能都是尽遭同治毁乱的荼毒 这是因为基本能够在厦门能够触及到的 这个好多都被那个像包括像丙龄四什么都有这样 麦基山麦基山因为烧掉了 所以他上面的栈道去不了 所以下面对 是所以这个须弥山这个地方 他能够基本上能够这么保证 我觉得因为你要破坏的话 实际上是他是还挺容易的 但也有很多被破坏掉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须弥山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他尤其是早期的就是北北朝的很多都是没完工的 他还就是凿了一个坑刚凿了一个堪出来 或者说那个中心柱凿出来了 然后就就下来没上 下来没上 对他们这个有人分析是说 因为这比这里在当时其实也是前线 可能是可能 尤其是北魏的时候 北魏晚期可能打仗了 对啊 那六镇起义什么 边镇边镇起义了 对对对 就就很这边社会很动乱 所以就没有不是特别靠谱 对对对 可能财力也不够 对对对 没有那种 不我觉得我觉得你你这次去的五十一库百号 就是你要是如果我看了 如果带了超人那个长杆的话就能拍得很好 是吧 他那个长杆 因为他那个有点 我看我拍的照片就都有点 就是高大嘛 他空间又窄 所以你仰着拍的话总是很变形 让他长杆什么挑上去的话 就是要有一个足够高的视角 对对对 就像我们当时去那个凤国寺一样 对吧 也只有超人用那个七米杆拍的时候 就才能有那种效果 反正就是须弥山石库是出了本 出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目录是吧 对文物社出过一个图录 出过一个图录 但是不是很 不是很 内容总录也出了 内容总录也有 这个须弥山是八十年代才 才真正去把它完整的调查了一遍 就很晚就他们这个研究 就学术界也是挺滞后的 就这个跟其他相比 跟其他石库相比 对 但许弥山有一个 有一个缺憾的地方什么呢 他的这个实质比较差 所以他也是保护的 不是他有点跟那个云岗差不多 他是这种杀岩 不是很硬的这种石头 所以这个可能跟年久 年久这个有关 他跟这个其他的笼动石库相比 他还算好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会速结合 对对对 就是先大概雕出一样子 然后再严肃上去 对对对对 对就这里还算相对来说 还算好一点的 有一个特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许弥山石库有一个非常 就是他的中心柱窟 晚到一直到唐代还有 这可能需要有一个知识背景吧 就是中心柱窟 其实是一个早期 中国石库的典型的形质 基本上是集中在北朝 但是只有在须弥山 好像他一直延续到唐代 就这么晚还大量使用 对 都唐代还大量使用 我忘了 我忘了是哪一个 这是第几窟的挺大的 里面也是一个中心 就完了 有个回廊进去 可以看 我忘了是第几窟了 对 那个对 一零几 有可能 对 蛮往后的 对 是 这个他们 有不同的意见 就说法 说这个 说这里 那个somehow就是一直保持着古风 还有人说是因为这个 就像你刚才说 它实质不好 然后他们说中心柱呢 就可以撑起 撑起来那个空间 这个石库就塌掉了 对啊 它不可能就是说像南北石窟寺 那样的那种那种那种大空间 那这个东西 说在时间长是很容易 咣当就就就就就下来了 对 所以讲到这个 反正那个我们肯定还会在 专门的这个 就这个笼东石窟 就在这个叶边 你去这个 转了一大圈 可以再再细聊聊 因为南石窟寺 北石窟寺 加着什么 那个长 就王母宫 我们讲到的 还有这个 靖川 就是就是沿着靖水 这一条河谷里面有很多嘛 包括还有一些 包括天水那边 还有一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 对 百里石窟长廊 这个是可以稍微挖一个坑啊 就是这一期 如果我们要聊的话 那也将是龙兴之地的其中的一集 对对对 讲到这个沁阳 就是龙兴之地的地方 应该是 对对对 我们先买这个 买一个包袱 那个我觉得听众可以自己去 那个探索一下 或者发掘一下 看看到底它跟龙兴之地有什么关系 好 那么这一期的陛下观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我们的节目每周上线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在b下观.com可以找到和每期节目内容有关的链接 供大家按图索记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知乎专栏关注陛下观 我们非常欢迎您以各种形式给我们提出意见和反馈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箱是b下观at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观的会员 每月五美元支持我们将陛下观贯彻到底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下观.com 鞋杠member 同时也欢迎收听IPN播客网络旗下其他的节目 一天世界 博物质 内核恐慌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时尚怪物 阴影像和无次元 我们下周见